直到听见赵丽颖的哽咽演讲 才明白她为何能成为八五花顶流 她之所以触动到泪流不止 不仅是被张贵梅校长的伟大所感动 更多的是想起自己孤身打拼多年的不义 她并非科班出身最早从龙套做起 会因拍戏经验不足被导演怒斥像猪嘴 赵丽颖没名气时在娱乐圈宝受歧视 拍夜戏时会孤身一人靠着石头睡一整夜 当同剧组演员吃年夜饭都不通知她时 只有同剧组的张瑞见她行单影之于心不忍 主动将她喊到房间为她下了一碗面 我在过年的时候去你房间里面吃饭 没有人陪我吃饭我记得 我去她的房间里面她给我做了饭吃 当赵丽颖终于小有名气能拍摄电影公所沉香时 刚一进组却被导演要求拍摄大尺度戏份 甚至还让男性动作指导对赵丽颖上下其手 原本拍摄亲密戏份都需要清场 但导演却让赵丽颖曝光在大庭广众下 被质问时导演也只是淡淡说忘了敷衍了事 但这只是赵丽颖受欺负的冰山一角 2014年她受邀参加跑男 当看到有水上游戏时 立马告知节目组自己不通水性 尽管心中害怕却还是开始游戏 不料游戏刚开始就被推入水中 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庆祝杨颖的成功 就连救生员都对水中的赵丽颖视而不见 可你永远不能低估一个农村姑娘的自尊心 2017年赵丽颖与杨颖被同事官宣为迪奥代言人 但视频刚一发出 赵丽颖就因不标准的英文发音备受吐槽 我会为爱变成更好的自己 And you What would you do for love Caring and cherish And you What would you do for love 迪奥官方甚至因负面评论过多 不得不删除视频紧急公关 同年年底 迪奥官方邀请赵丽颖与杨颖同事出席 只见杨颖被安排在中国区总裁桌谈笑风声 反观赵丽颖则是在无人问津的小角落 甚至最后的大合影团结 杨颖稳战C位赵丽颖居边缘 但是赵丽颖仍旧为心中的梦想持续奋斗 其实小时候梦想就觉得我要离开家 就想离开这个束缚吧 从被嘲笑圆脸不能演女主 到成为手握多部暴剧的顶标 赵丽颖大女主般的人生正如她所读的信件一般 我要拼命生长 长成一棵树 把鲜花开满树棺 赵丽颖是懂得怎么给粉丝惊喜的 1月16日晚央是春晚第四次大连排拉开帷幕 赵丽颖空降现场引起万众期待 毕竟过去的一年中她承包无数观众的观影清单 她一年的谁是凶手宣告转型 从中饰演的反派神与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都能看出来黑话后的毛骨耸弹 与她同时搭戏的肖央都被她的演技折服 特别是赵丽颖角色也是她第一次挑战 反派 也完成得非常好 年终幸福到万家演技再度突破 赵丽颖饰演的农妇和幸福让无数网友直呼太真实 就连拍出无数精品电视剧的郑小龙导演 都忍不住在采访中对她夸奖延连 我没能理解这个情境或者情节到这儿是什么 她就觉得演技术 她不是那种会演 说导演让我演什么样子 我的随意是把她当一个完成一个 完成一个量 是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这个角色里去 年底收官大戏风吹半响 赵丽颖直接素颜上阵演艺出真实的80年代女老板 剧中既有酣畅淋漓的伤海厮杀 又有钢三角的真挚友谊 尤其是许半夏在陈宇宙去世时那场哭戏 T4横流的模样瞬间就牵动无数观众的心 甚至这部电视剧如果没有她的鼎力相助 都没有上映的可能 我害怕给东姐拍砸了 这也是实话 最后呢 还是小赵同学的这个勇气啊 赵丽颖的这个一句话 非常许半夏的一句话 把我踹 踹上了战线 我曾经问过小赵 这个我接还是不接啊 小赵说我们在家冷静想一想 这个48小时 然后我记得是在第36个小时的时候 小赵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你想清楚没有 我说你这个点打给我 这个电话 说明你肯定想清楚了 他后来跟我说的一句话 到现在我印象很深 他说 你不是就是怕拍不好吗 拍不好 只要你想拍 也不能让别人拍不好 你要让自己拍不好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取办奖 如今2023年开年不过半个月 他就拿奖拿到手软 刚刚结束的爱奇艺尖叫之夜 赵丽颖毫无疑问地拿下观众喜爱女演员奖 北京日报评选影视榜样 他凭借风吹半夏掌获年度最佳女主角 紧接着北京卫视官宣春晚代言人 他一举打破往年双人代言定律读荡大良 与此同时他不仅受邀担任国家三农晚会朗诵人和颁奖人 还没开二度登上央视春晚 全方位展现官方对他自身实力的认可 然而作为没背景没人脉的普通人 赵丽颖能在大染缸般的娱乐圈杀出重围 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 她的第一部电影是给周冬宇作配的公所沉香 由于拍戏一向严谨她拒绝使用替身 却不曾想在拍摄过程中马匹受惊失去控制 毫无准备的赵丽颖直接被重重摔在地上 然而即便是痛到激进昏厥 她也没有叫苦不迭 稍微缓过境就继续拍摄直到收工才赶去医院 却因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在腰部留下永久性损伤 即便如此 赵丽颖始终都把拍戏放在第一位 2016年拍摄的楚桥传有大量动作戏 拍摄当天40度高温一众男演员都苦不堪言 赵丽颖却丝毫不出任由工作人员将她拖来拖去 哪怕被灼热且粗糙的黄沙磨破皮肤也在所不惜 丽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 经验程度是在我见到的这个人 即便因为工作人员失误 导致她一个后空翻要翻20多次 赵丽颖也从不抱怨 不过赵丽颖这小姑娘拍戏也真的是很敬意 那是一个古装片嘛 舞打片 有一个镜头刁维亚 就是刁那钢丝生 赵丽颖她亲自上的 没用替身 拍一个镜头就是后空翻 但是她那个设备组 她那些设备是搞的那个钢丝生 可能是搞的那个平衡点没交好 赵丽颖每次一跳起来要翻往后空翻 就会在空中失去平衡 然后没法平衡落地 就是一个后空翻动作 赵丽颖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翻 翻了二十几次 就是一个镜头拍 最后导演是个香港导演 后来我们这些群人的演员都忍不住要骂这个导演了 更令人震惊的还要数之否中的跳船戏 面对五米高的船和深不可测的湖水 赵丽颖强人恐惧义无反顾上阵 但直到这段戏拍完剧组人员才知道 赵丽颖竟然是各时打实的汗鸭子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她不会游泳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勇气的行为 听闻此事的导演张开仲 也被她的敬业精神所感染 哪怕如今赵丽颖大红大紫 她也从不新高气傲 拍摄与风行时有位小演员爆料 即便赵丽颖腰伤严重也从不喊苦喊累 甚至凌晨两点还在工作 每每见到工作人员都是笑眯眯的态度 在流量至上的年代 无数明星拍戏全靠磨皮滤镜替身 赵丽颖却专心拍戏提升演技 短短一年就将曾经病驾齐驱的 八五花圆圆甩在身后 为何赵丽颖和杨幂同为 八五花顶流女演员 口碑却天差地别 2022年底赵丽颖与杨幂新剧壮荡播出 然而杨幂已经近40岁 仍然出演偶像剧 全靠十集滤镜和开到最大的磨皮拯救颜值 演技更是宛如十年前小时代理的 林霄没有丝毫进步 赵丽颖在风吹半下 却全程高清镜头对脸 毫不在意暴露眼角戏文和面部瑕疵 甚至在精湛的演技加持下 赵丽颖直接演活八十年代的创业女大宝 最终风吹半下以八点四分 吊打爱的二八定律五点八分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交锋中 赵丽颖大获全胜 此时谁还记得她曾在杨幂的阴影笼罩下 苦苦挣扎多年 早前一同参加星光大赏颁奖典礼时 赵丽颖有礼貌地冲杨幂打了声招呼 结果却被对方冷漠无视 并且杨幂和李线热情交流 全程没有搭理一旁的赵丽颖 区别对待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在领奖时杨幂和迪丽热巴携手登台 甚至还弯腰为热巴拎起裙摆 做足姐妹情深模样 相比之下 赵丽颖独自一人落在最后更显孤独 更戏剧化的还在领奖后的大合照环节 杨幂赵丽颖位于颁奖嘉宾两侧对视的一眼 眼中的冷漠简直装都不乐意装 要说两人的恩怨还要追溯到九年前 彼时杨幂通过公大报带动轻工具热潮 她特有的大眼睛中分装造也直接出圈 因此当赵丽颖街拍公所沉香时 就因同系列片名和相似装造被观众误认成杨幂 赵丽颖不甘心成为替代品 当即发微博称不是大眼睛书中分的都是杨幂 然而她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毫无疑问被杨幂的粉丝冲爆评论区 最终赵丽颖只能删掉微博公开道歉 那在前不久的时候因为有网友说 丽颖讲得像杨幂 你在微博上就很大胆直接地回应了他们 所以这件事其实也惹了一点风波对不对 但后来我也紧跟了一条 也就是道歉了 道歉了一下 至此以后两人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 只要赵丽颖与杨幂有类似装造或者同款鞋包 都会被杨幂粉丝冷嘲热讽 之前就是有人说 就是跟杨幂不和 嗯 其实没有不和 尽管他多次澄清不和传言却收效甚微 不过鄙视高高在上的杨幂肯定不会想到 竟有一天会被赵丽颖演技狠狠碾压 这些年来赵丽颖专注拍戏提升业务能力 贡献出之否幸福到万家风吹半下等优秀作品 不仅观众越发任可就连官媒都频频点赞表扬 反观杨幂演技一直被诟病不说 竟还要靠在地方台跨年晚会假唱博取热度 不得不说在娱乐圈流量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自身的实力才是永远的硬通火